海大老师去银河小吃店 还到北市商务会所 这个传播链一发不可收拾 病毒烧到桃源还继续在扩大 丝毫又新增15例确诊 是在防火墙的范围内 那我们目前居家隔离的人数 已经相当多 到达2588位 这15例个案当中 基隆海大餐序案衍生有三位 其中确诊者案24211 在某银行上班 3月31号离职的时候 疑似举办欢送会 他跟比较多同事有所接触 结果同事案24607确诊 CT值19.7 因为在职场出现感染 所以针对该职场进行狂烈裁剪 就怕发生联邦银行班板 造成病毒大量扩散 另外两位是确诊者案24212 海大餐序衍生的朋友的外祖母 在延伸 他的两位朋友案24608 跟案24609染疫 CT值17.98跟13.5 由于这三个人CT值都很低 市场担心可能还会减出新个案 海大的这个餐序 确诊者里面 一位是在某银行上班 针对这个职场 有进行了匡列裁剪 那预估也会有新增的 这个感染者 郑文参表示 目前桃园有16所学校 两间幼儿园 跟四间补习班停课当中 其中复旦高中 大业国小跟东市国小 三校即将居隔其满 确认没有风险就会复课 市长同时呼吁民众 假期结束 回归职场之前 要进行快筛 市府员工则是规定 6号上班之前都必须完成快筛 才能够回到工作岗位 记者刘志展 年幼城 王一仲 桃园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回忆